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前日本女排的当家花旦 木村沙芝的恋情一直备受球迷关注 之前 这位全日本万能美上女 曾和日本男排主力石岛雄界 以及韩国足球明星普志兴传过绯闻 但并没有在中国国内掀起波澜 直到11年被爆出爱恋中国女排 助教袁林熙后 迅速走红中国网络 齐嫣是一位排球圈记者 爆料称木村沙芝喜欢我们的中国野蛮 时任主帅于绝敏当即表态是好事呢 此爆料一出瞬间激起千层浪 大家抽丝剥茧锁定了袁林熙 并翻出了木村沙芝在日本电视节目中 暗恋袁林熙的发言 木村沙芝在该档节目中 透露自己很喜欢中国教练组的意愿 队友则打混道 沙芝看到中国教练组的一个人很帅 打球也很厉害 是他喜欢的类型 面对调侃 木村沙芝没有反对 只是在旁边一直傻笑 还说道 这件事不会影响到对阵中国女排时的注意力 可惜 两人最后并没有走到一起 袁林熙最后和魏秋月成为了夫妻 木村沙芝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谈到木村沙芝就不得不提 他当年在日本队的核心作用 由于日本队很少有如此高大的球员 故而木村沙芝承担起了大部分的进攻任务 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遗传任务 在和中国女排队垒时 木村沙芝应该是全场最累的一个人 记得有一场比赛 木村沙芝还被王一梅的两次重扣砸中头部 导致昏倒在赛场 可当意识逐渐清晰后 木村沙芝又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接一船 继续扣球 当年 木村沙芝和惠若琪 金软锦一起并称为亚洲三大主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